继7月14日的太阳系大个子木星充日后 有着指环网美誉的土星也将在7月21日上演充日好戏 民众凭借肉眼或小型天文望远镜 可以读土星的亮丽风采 土星是夜空中最美丽的星球之一 它是肉眼异见的大行星中离地球最远的 用肉眼看来 它呈现为一个明亮的淡黄色天体 在望远镜中其外形像一顶草帽 土星充日的定义 其实是土星和太阳的视黄金相差180度 简单的理解就是土星地球太阳排成一条直线 地球在中间 由于土星和地球在轨道上都在不停地运动着 因此充日对应的其实是某一个时刻 这次充日是7月21日的5点33分 同为巨型气体行星 土星比木星暗得多 但是土星的受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木星 这是因为它拥有宽阔而美丽的光环 充日当天太阳落下的同时 土星就会从东南方升起 日出时在西南方落下 整夜都可以看到 当然其实不仅仅在充日当天 在充日前后一段时间 都是观测土星的好时机 因此在暑期里你可以选择一个寝夜 带着你心眼的望远镜到室外 去欣赏美丽的长茂行星 在欣赏完土星之后 还可以顺带看一下 今年和土星形影部里的木星 据了解 土星的公转周期是29.5年 汇合周期是378天 也就是一年凝13天 因此土星充日的日期 每年比前一年推迟13天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